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实现了图片反转,左右反转 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除了左右,上下,我们上下对称交换位置实现一个反转 如何去实现,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时 上下反转呢,就是说反转和裁件差不多,使用的非常广泛 在这个图片旋转基础上做同样的做法,利用这个mixture进行配置 然后实现方式呢,这个还是在原图获取周尔宝 然后在周尔宝转于bitmap,然后重新定义,利用矩阵 然后把矩阵的value值改变之后 然后去把矩阵改变value值之后的对象传给bitmap 然后得到创建一个新的bitmap 然后把新的bitmap设置显示并保存 然后就得到这个效果 那好,那我们还是通过代码来看一下吧 好,这是上级课,紧接着上级课这个基础我们再做一下 就是上级课讲的是左右 那好,那我们再增加一个button 就是左右,左右 那我们上下吧 上下 上下 然后上下反转 上下反转 好 我们再定义一个button 左右 然后就是上下 再定义一个上下 这一块我们就不说了 这一块是非常简单 和之前是一样 好 我们是不是就复制啊 那好,这一块传的是几呢 2吧 因为你这个2的话 2才是上下吧 那好,那我们只需要是不是把这个值改变一下 这个值改变一下 是不是 那这个值怎么去改变呢 甚至给大家这个讲的这个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下去有没有查过 这个值是啥意思呢 是不是他四个角 就是他左 这个左 就是左上 右下 这是四方吧 四方八角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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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个横线上都有三个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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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把他们交换位置 这和这交换 然后 是不是都是左和右交换 然后上下的话 是不是 第二个值和 倒数第二个值交换 是不是得到反转 好 那我们紧接着再看一下这一块 是不是这个就不是 不能是1了 左上右 第三个 是吧 那我们 谁跟谁交换呢 那我们是不是说 把这个值 中间的一个值 和这个值进行一个交换 这是负1 那我把这个变成1 那这个是不是变成负1 是不是 你看 最左下角 左中间 左上角 顶部中间 还有 顶部右角 这就实现了吗 好 那我们 是不是这个做法还是同样的 那我们来把它还是运行一下 这个原理呢 就是还是把原图的bitmap drob获取出来 然后转成bitmap 然后bitmap再传进来 进行mxt 有设置 设置之后再创建一个新的bitmap 新的bitmap显示在这个新的上面 那就得到一个新的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node图片 把这个图片删掉 只有这有吧 那好 那我们 运行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这个反转呢 咋说呢 这个其实 你要使用吧 也是主要是一些特殊的大图片当中使用 这个具体 我们只是修图提供一种 多才多艺的 个性化的一种方式 这个具体使用 还是具体看你的 在项目当中定制的需求 那我们这里给你实现方法 就是让你如何去实现 好 那我们点击反转进来 这是不是 上一刻的左右啊 左右啊 你看这是不是和原图相反 那我们看这一刻 我们实现了这个上下 好 实现了吧 左右 上下 左右 是不是 这就是实现一个 反转的一个完整过程 这是原图 我们得到新的bitmap显示上 好 那我们 结合上一刻 我们总体回顾一下 是不是 就是就三步 第一个是 把这个bitmap 把bitmap先转成 先转成这个 把Drop 转成bitmap 原图Drop 转成bitmap 然后利用这个mixture 矩阵对象 把这个value值 设置为水平 或者是上下相反之后 我们再将转弯值的mixture 设置给谁呢 就是把这个矩阵 矩阵的位置调整之后 转给新的bitmap 然后得到新的map之后 然后设置保存 并显示 然后这个实现这个逻辑呢 是非常简单 这个下个代表去 还是你在项目当中 引用的多的话 还是 也是非常一个亮点吧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当中 增加一个功能点 好 那我们这个反转就讲到这里 下一刻我们的讲 开始讲这个边框 图面边框如何去实现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